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就是人在做生技股 你知道吗 没有 你要说啦 哪有可能这么点点的 还知道 还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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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一群就在玩这个嘛 那只是说到最后 谁能把这些钱拿走 你自己判断 对不对 去外面市场去材料都在做生技股 那也很厉害 人家说真的啦 那资金也很多啦 那问题是 他说嘛 你不能跑到 现在你才要发现 生技股好强 我要去买一下生技股 他说喔 就像有些主力个股也是一样 如果你 我记得之前啦 我也认识到那个 他都是在什么地方讲的 你知道吗 都在无量的时候进去 无量啦 你知道吗 一天他几百张啊 几千张啊 几百张啊 几千张他进去 那个消息 我们大约都在那个时候知道 但是 他要哪时候发动 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有可能三个月 可是他一发动了一个月 可以涨一倍两倍三倍 所以 托斯莫 你要等到这个爆大量了吗 才进去吗 有人说要爆大量进去喔 比较不危险 好进好出 真的好进好出 所以 我还是告诉你嘛 有些股票 你要知道 去如何去做买卖 如果你真的有内线 那你要跟他说 生技股 什么股票 可不可以插头 你消息什么 诶 这消息不是 林老师来说的 林老师来说的 你听着听着就好 人家撑着主力 那个主力 在做这个股票的 你要真的吃到 你不要说我听 听什么 你在传一个两个三个的时候 对你来讲都没有帮助 是不是 你可能会 诶 我弹 这个很正常嘛 你看 这种股票 你看 一开下去 你看 在这边 这一开去 这几 有没有 这几百天啊 几百天啊 你没没的时候 直接就跳上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支 是有人在做这个股票 在轮流 你知道吗 轮流差 对不 轮流差 这就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所以 这种股票 少部分资金 还可以 对 我怎么跟他们讲嘛 乐头上 如果你有想要这种股票 你可以自己去买 那会有跟他们讲 有人说生计股会 会怎样的 怎么 你不要听他的 为什么 这完全看不出来主力 我主力 我之前跟你讲嘛 就是有新闻媒体 爆了很大的一个 利空啊 某一档股票 不要去提到以前 可能有人受伤过 我记得他一百块 他从几块 三四十还是多少 涨到一百块 然后一百块 那个消息出来了 报章媒体 他用杂志 去配合杂志去炒作 然后杂志炒 出来以后 开始讲什么 就是股票要怎样 结果真的 跌跌跌跌跌跌跌 一直跌停板 跌到多少剩五十块 突然有某一天 爆大量 开始 大家都被碎掉 去到五百块 又去十倍 你跟我说 这个危险 真的危险 一百块跌到五十块 你觉得危险吗 结果他主力他照炒啊 对 换手换个主力再炒上去 对 这种股票就看谁钱多嘛 谁筹码你敢爆嘛 对 所以 你要说他危险 当然是 股票每一个 哪一档股票都有危险啊 对 所以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去做 你不要占大部分资金 大部分资金 你可能会睡不着 他哪时候要结束 你真的不知道 后来我来说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他主力在做的啊 他哪时候跑 那是他的事啊 他觉得他 我货出的掉 有沒有 出的掉 那我就跑了 那如果我货出不掉 大家不要进来 我就免费啊 为什么要硬啊 我之前跟你跟我讲了嘛 就像 宏达店喔 我一本就五百块 就 我五百块 就 我一千块 你五百块都不敢买 你五百块都不敢买 五百块都不敢买 一千块你也不会买 对 不能讲五百块 你成本要一百 一百才对 一百的话 通通五百 你不敢买 不敢买 一千更不敢买 那为什么要拉那么高 那他掉下来的时候 一千块跌到五百块 你敢不敢买 我俗不 怕俗过啊 打五折了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买 不买 没关系 我打三折给你 很多人在三百块买 对 那他到最后 他还是大赚钱 所以股票他为什么要拉 拉到成本 然后再拉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没法买看看 买一张 买两张 三张 十张 买看看 那他主力却有办法出货了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他现在在 在干嘛 我只能告诉你 这现阶段在痒 痒 还没套 还没套 你看就知道了 还在创新高怎么会套 在痒 在痒 对 带你痒 到时候 如果套的时候 你自己 手脚要快 我知道各位同胞做十几二十年 可能有这个经验 会去跑 只能跟我讲 你要去找的是 当时还没长的 对 像很大 你还没去那没量的时候 你去剖 不要说你剖多久 你剖十年了 剖十年 这剖起来你就叹死了 你知道吗 没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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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十年 对吧 你如果像说 那 上次的那个什么 那叫 那叫 新 这一次是新冠病毒 上次是 二零零 二零零几 忘记了 SARS SARS 如果你不小心买到那个时候 对 然后等等等 你抱那么久 突然啪一下 对 你赚到了 那你现在再去买 你会不会赚到 那你去想 我没有再打压他的股票 我只是各位同胞 该提醒我们去提醒 不是电子股没有可以让你赚钱 好慢喔 对不对 那股票很慢 我会变变变更快 对不对 我知道各位同胞很急 对 很急 是不是 那我告诉你嘛 有些在做电子股的主力也很急 你知道吗 有些人主力就是喜欢做电子 他就要做电子 他就要做电子 你生气起到这样 有些股票开始小型的就是电火 你自己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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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还是告诉你嘛 这种股票 一点火 不要不要不要 很快 是不是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这些股票带出来了 慢慢会带 慢慢带 带到很多一些中小型股票 他 主力在点的时候 那很快 有些什么 因为他也会急 这些主力的比你更急 为什么 他可能有代操资金 对 他也没去算就生气股 就会被那些金主骂 你了解这个意思 那被金主骂的时候 什么 糟糕了 可能下次都不给你 为什么 生气股人家赚了一倍两倍 你不快 我资金稍稍退一下 我本来给你炒一下 你退一半回来 五千万就好了 而且这个意思嘛 所以 我会告诉你 这是资金的一个脉动 你要知道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 这市场就是这样 那等到你突然发现了 生气股这样开开开 你想说 我要 跑来这边的话 就比较危险 因为原本的这个 还是大宗 电子还是大宗 你不要忘了 这整个盘式 整个科技方面 也都是在这个地方 不可能 怎样 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生病 三百六十五年都在什么 新冠病毒 了解这个意思 我知道现在正在高峰 对 就像 陈时中 说 我当时 当时他民意很高 他说 最近可能 民调都比较低一点 可能 疫情下来都比较低 他说 他说 一高一低 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看得很开 本来就有高高低低起伏 你到高的时候就要掉下来 到低的时候会不会上来 不一定 但是有那个机会 所以 我还是跟他们讲 你要思考 什么才是台股的本 什么才是这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 能让你 长长久久的 绝对是科技 不说我看病了 现在 我现在生病了 我现在都吃药 然后手机也不玩了 电视也不看了 然后退回到了 专目取火 开玩笑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不对 现在科技是越来越发达 到时候会跟你讲什么 AI也是要控 为什么 这个镜头会上来 你要运用AI 有些人工智慧什么的 你都要用到镜头 包含很多 反正AI的产业都很大 那最主要的是 你也有没有去 掌握到 而且 敢报 就像 二月多的时候 你如果敢报很大 你今天 不要说今年 这十年你都 无忧无虑了 你是最大的赢家 那如果 没有的话 有什么股票 能在你未来 这十年能让你成为大赢家 我告诉你 绝对在AI这种产业上 也绝对在生 不是生技 这个 科技股身上 就是没办法变 所以 你要加紧你的脚步 已经有人在这样子 急了 你看看 你生技会伴 哎 我 我电子也会伴 这两三支 三支 三支要参不 三支就要让你放你结束了吗 对 所以 你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没有行情 包含昨天后雨跟你讲的 台积电啊 当天就会舔 当天就舔了 今天就舔了 今天就舔了 今天就一开盘这样子就舔了 对 315嘛 现在314嘛 对不对 315 早上315就舔了嘛 舔了以后再拉回来 对 拉回来你在想什么 哎 舔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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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当天就舔了 对不对 所以 有些东西 你要好好思考 吼 我为什么敢跟你这样讲 为什么 我 昨天跟你讲什么 昨天跟你讲说这个 他就顺着就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 大家想说 避开这一段嘛 对不对 他可能全全期不想要那个 股息 你知道 有些什么有钱 好的 他不想要股息 扣什么税 对不对 那他想要可能 降低他的税率的话 他就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再买 掉下来的时候再买 也不可能一天就买好 因为可能 我今天就买这个 因为 你又不是公公 他可能等他回来的时候 还够贪贯 了解这个吗 所以 他如果拉回来 我告诉你更好 你有更便宜的可以买 但是呢 他到最后会怎样 他觉得不是买好玩的 他觉得要赚这些股票的钱 趋势已经形成了 所以 还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为什么后会与你举例这几次 来 你看 浴金光就好了 浴金光拖出了什么 叫金国光 对不对 你自己看 甘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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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费甘不去 一定会生计股 对 没有生计股会死 对不对 他正在热嘛 当然 我不知道 现在也是 很多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现在谈到 点到 我跟生计股有关 砰就可以涨0百 这种情况 以鸿宇的经验 不知道 我的经验够不够 在这个当中 就是会有很多开始 要 加大跌不容易 然后就开始整理 你 有些股票赚不了大钱 我会说生计股 那当你赚不了大钱的时候 资金慢慢的退 就会有资金 跑来什么地方 我会跟你讲 那拔鸟人就是要拔钱的股票 店主要拔钱 絕對拔这 拔鸟人就要拔这个 腰骨啊 对吧 我会说 这去一杯子 他敢说 对 我告诉你 你知道赌徒是什么心态吗 开大 再开大 再开大 再开十四大 我还是要大 那就是拔鸟人 为什么 他知道是顺势啊 你知道 我管你六百 管你七百八百 管你一千 你敢去我就敢会费 这就是 我告诉你的 这波赢的钱就是赌徒的心态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的 包含从那边点火 包含还有一些什么 保守的资金 对 当然有赌徒的资金可以探很少 但是 有些保守的资金 可能从那边拉起来以后 它落后 落后以后呢 人家警主开始在找 压力大 压力大以后开始会找什么股票 他不可能再去买生技股 对 如果去买生技股 金主来找 你现在还要买生技股 你是要 你还要买 另外一家 我炒了一套就买几块 你怎么买也买不贏 你听说 你探十倍啊 你怎么买也买不贏 对 到最后呢 你的资金额不见 人家在炒 但是 如果他 拉回在电子股 当生技股没有 可能不太动 或者是拉回的时候 买搞得出来 我只要告诉你这个 市场的一个心态 这市场的心态 哦 那 皇宇只能告诉你 特别要注意 对不对 好吗 来 要看哪一支 国具 好吗 你看 稍稍起来 哦 啊 注意哦 哦 红宇之前有跟你讲什么 我今天不要再多说了 哦 我今天不要再多说了 哦 我之前有跟你跟我讲 啊 记得啦 啊不记得 我没得 真的 你自己去掉带子 不要红宇我掉带子 掉带子都是 讲我想要讲的 对我有利的 那没意思 那没意思 所以 还要告诉你 这些股票 还有这个 你看 要特别注意 哦 不要说到时尊 又站了 你又没有 我又买到 好不好 而这些股票会带到什么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已经开始在 要拉涨顶了 所以 开始这些资金 开始慢慢活络了 底部这些股票 开始要起来 这些股票 开始要活络了 你要赶快跟上 好不好 把握这机会 把电话打通就对了 直接跟上比较快 好不好 管做 马上回来 好 营业头顾守护专线 0213366 2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头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头顾 0285113366 YES财经 财经 YES YES财经是一个专业财经平台 是你成就事业的跳台 YES财经有庶民集财经节目 金融资讯好看易懂 投资要趁早 财富来报到 YES财经 财经 YES YES Azur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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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買,沒關係都不要買,就像頭 是好象頭對不對,都不要買 千萬不要買 我只能跟我講啦 有些東西啊 當大家覺得沒有沒有的時候 突然砰一下,你說那什麼 經過光,連三隻啦 沒有,明天就四季了 對不對,所以 我告訴你嘛,什麼股票 才是你現在必須要的 不是二月的時候你需要的 是現在你需要的 二月你需要叫什麼,生技股啊 現在你需要什麼 這些電子股啊,好不好 把握這個機會 你要大賺,靠你現在這個機會 對不對 你真的沒去多少 就是沒去多少,你就在後面 去比較勝利的 對不對,不然你長一段了 你現在再進來 你幫人家數鈔票嗎 你要當老鼠嗎 最後一隻老鼠嗎 不要,不要咧 但是都是做那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什麼,把握這個機會 好不好 當有這個機會 你踏上來 後面如果真的大賺 不要這樣講一定大賺 如果真的這樣拉上來 什麼 你不好吃 都跟經過光一樣 要啪啪啪一樣 連三隻 什麼 四季 一百萬就四十萬 沒有辦法 在於不在於 我該做的都已經做 好不好 把電話打通 直接跟上我們就快 那余助長 照顧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SPN財經台 守護台灣 守護家園 最艱難的時刻 我們永遠與你同在 188 防疫專愛 幫助你守護你的財富 影業投顧 守護針線 021-3366 21-3366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